你看到 這是新加坡金沙Casino賭場 它非常特殊的建築 三座五十六層樓頂著 這一座非常漂亮 像一艘船的建築物 這上面有游泳池、餐館 跟種植的好多的棕榈椰主寺 你看 這底下 像一隻手攤開的那樣 那是他們的光影祭場 還有這底下 這就是他們的商場 在下面 就是賭場Casino的地方 這個地方你也可以看到 新加坡摩天輪 它的直徑是世界最高的 中間被這座建築物擋住了 這個地方就是出海口 你可以看到 有好多的商船、貨船 停泊在這些港口外面 可見得新加坡的商業貿易 還是非常活潑的 你可以看到這兩艘 世界頂級的郵輪 停泊在它的港口外面 你看 這個港口就是新加坡最早期的港口 你看到這座建築物 它們就叫做紅燈碼頭 你看紅色的屋 這是最早期的碼頭 在這邊 在這邊你也可以看到 新加坡的標誌 獅子吐水 啊 就是 疑的身體獅子的頭 這是新加坡最好的代表藝術品 你看 這些高樓大廈 是新加坡的金融中心啊 這些大廈都蓋得非常美 很有特色 那底下 這個就是新加坡河的地方 沿著河岸 細數著新加坡的歷史 你可以看到 這些紅色烏瓦的房子 這是政府所保留的 不可以拆掉 沿著這個新加坡河的河岸 晚上就有很多的遊客 來這邊喝茶 來這邊聊天乘涼 那你看到這個鐘樓 就是早期新加坡的機場 那現在的機場 就是這兩個外號稱叫做榴槤的地方 你看 它的外型 遮阳的設計就是 三角形三角形一片一片像榴槤的表面 所以當地的人也稱叫做榴槤 這裡也有兒童的遊樂公園 就是在這個港灣裡面 正前方這個地方就是出海口的地方 在這邊你可以看到 這就是早期新加坡的市政廳 現在改為博物館了 那這個地方是新加坡高等法院的地方 就沿著新加坡河的河岸 你看他們也保留很好 這個空間就有網球場 還有板球場 足球場 跟棒球場 這就是現代化 新加坡一個國家 能夠這樣建築下來 不一樣的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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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遠遠的看到 那是新加坡最高的山了 因為新加坡比較小 所以一點點的丘陵地 就是他們最高的山了 這就是新加坡最繁華的地方 我們是在70層樓的地方 往下看的 有